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农村长大的 所以从小就明白留守儿童的苦 培养一个孩子也就挽救了一个家庭 我想让更多的三年孩子 能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那么我要是走了 那么其他老师也许有 来了以后再一学习就走了 再一学习就走了 那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秋着他是不会反应 然后我会说 我叫秋老师 那你叫我老师 老师 他就突然发出一个声音来 给我就非常的惊讶 很开心 马上就拥抱了他一下 觉得 我说你终于会叫老师两个字了 只要我们五位盲童学生能够积极阳光向上的去学习生活 心里没有受到其他影响 在三高能够感受到温暖 觉得在这里生活学习都很舒服 到时候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 做为一个地理老师 我感觉读外界书不如习外里录 很多地理的上面的东西 还得通过现实到处的世界才能获得 我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回教里面到处 回教过程中能把包座孩子们变得各家积极快乐 而带着他们去享受一下在大厦的生命